经济衰退乌云罩顶 15号美股四大指数一起收黑 道琼大跌764点 是9月以来跌最大 标普500也大跌2.6% 纳斯达克重挫3.3% 今年以来更已累跌超过三成 非半更修正超过4% 十三号美国联储会放音之后 15号公布的零售业数据也不停 尽管有黑色星期五购物季 和年底的假期购物忘记 但美国十一月零售业销售券 不增反减下滑百分之零点六 比市场预期的百分之零点二更深 同时创下近一年来最大的降幅 此外截至十二月十号为止的一周 美国首次申领失业救助的人数 减少到二十一万一千人 低于四周的平均 就越市场热度不减 供需不均推高薪资 使得高物价结合了衰退的隐忧 再加上从欧洲央行 英国央行到瑞士央行 都跟进美国脚步升习两码 数号带到了欧股也一片收黑 俄北大西洋两端的央行集体升习 势必让零准会更难缩手 另一方面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加深 也拖累了美股银行股 摩根大通下跌百分之二点四八 此外串流平台龙头Netflix股价也大错百分之八点六三 因为传出Netflix由于收市保证没达标 而向广告客户退还了资金 让Netflix明年并不乐观 华语新闻罗小平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